去学佛,目标在哪里,方向在哪里,自己不能不清楚。 如果学佛,目标是在明文立养, 我将来成为一个大法师, 受一切信徒的恭敬供养, 这一种法心, 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好处, 也鸿发立身, 也讲经受法,没讲错, 依照古人的诸解去讲,没讲错啊, 以前李老师告诉我, 古报在哪里,阿比地狱, 他一生做行的是善法了, 怎么可以读阿比地狱呢, 我们想不通啊, 老师说你再细心想想, 破坏神教啊, 佛不是这样教人的, 你这种做法是, 你把天下学佛的人误导了, 这个最重不重, 我们才明白, 佛帮助众生疗生死出三界, 你把他引诱回来了, 让大家的时候, 对佛教产生重大的误会, 那把佛法当做什么, 取得名利的一种方法, 你这个最重不重, 洪护都不例外, 那洪扬正法, 护持正法, 负得无量无边的, 那一个观念错误了, 要的时候, 你就造罪业了, 造多么重的罪业, 自己不知道, 将来墮落的时候, 你还能跟盈乐王吵架吗, 你还能不服吗, 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, 发心要震, 你的行, 在震, 发心不震, 那个行震, 震里头有偏, 有血, 震中的偏血, 罪过更大, 为什么呢, 血里头的偏血, 大家一看就晓得, 受害不大, 震中里面藏着血, 人家看不出来, 那个过世间严重了, 所以他躲的地狱是最最苦的, 最深的, 这些威胁的地方, 确实, 没有古人给我们提示, 我们看不出来, 我们想不到, 阿 尼 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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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